第四集 第四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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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們開始這個靈修分享的時間 這是一年讀經的計劃 我們看耶利米書第46到48章 從這章開始 第46章 耶利米書中開始講列國的審判 首先 他是對埃及一些神譽 先知描述這個戰士和戰敗的情況 在第十二節說 列國聽見你的羞辱 遍地滿了你的哀聲 勇士與勇士彼此相碰 一起跌倒 耶利米預言巴比倫王 去對埃及的攻擊 埃及他的強勢 不能夠勝過他們 只能躲藏 逃避 其他的章節 雖然有用萬鈞之耶和華的名稱 是耶利米或者很多先知 慣用對神的表達 但我覺得當我讀到這個 列國審判的時候 再看這句說話 這個萬鈞之耶和華 這個稱呼的時候 我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此後這個萬鈞之耶和華 能夠宣告對列國審判的神譽 就算連這個強大的埃及人都一樣被老 地要遭到毀滅 神也要毀滅他們的偶像和臣子 而神仍然去應許這個埃及要再興旺起來 所以在第二節說 以後埃及人必再有人居住 與從前一樣 最後一段經文在第27、28節 我發覺他轉移去提到雅各的事 先知他叫他們不需要巨柏 有四次說 神是要要同在 不將他們滅絕靜盡 反而寬待他們 以至得享平靜和安逸 來到第47章 這個是短篇的神譽 去講到菲利士的預言 你看到水淹、戰禍 要臨到菲利士地 菲利士的地方在這裡提到一些 聖經很多時候都出現 加菲利托 加薩 阿瑟基倫 以及一些沿海的地方 這些地方都會遭受災禍和盜殺 學者說 巴比倫攻城 在主前604年發生 使得神譽能得以應言 而我說 刀劍 你到底什麼時候才知識呢 你要入哨 安靜不擋第6節 這個書句呢 反映出這個殺戮的悲慘 神災禍的刀 我們要小心 但是神的話 在希伯利書裡告訴他 好像兩人的劍 他能夠斥入浮開在我們心中的意念 因此我們要正視他 他不能夠殺我們新的生命 他只是來挑戰我們老我和救我 使得我們能夠在主裡被刀削平 我們能夠改變一生 所以刀殺在屬靈的意義裡 不是殺我們新的生命 而是老我、救我和屬肉體的生命 所以我們要重視神的刀 在我們裡產生更新的作用 來到第48章 這章是說到摩牙的神譽 摩牙的末落最後遭遇一個毀滅 成要被毀滅 他們都蒙羞 摩牙必因機沒羞愧 像以色列家從此依靠 伯特利的神的羞愧一樣 摩牙的四維也要悲哀 有哀傷發生 先知列出了很多的地名 是很清楚的 先知的神語是絕對不會含糊的 國的驕傲要消失 所以在第29節說 我要聽見摩牙人驕傲 是極其驕傲 聽說他們自高自信 並且狂妄居心自大 但很快這些驕傲就沒有了 因為亡了國 你為什麼要驕傲 你是不是可以跨的地方 百姓要哀號 第32、36、38、39都說到哀號 這個地的毀滅是全面的 但我們感謝神王 神他應許被老的摩牙要歸回 就好像猶太人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個戰禍之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亂象、亂局 但盼望我們在這個亂局裏面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上帝的計劃 這個審判不是告訴我們神 是要我們去毀滅一齊 神要期待一個革新 更新的一個新的景象 祂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的靈修就到這裡 祝神祝福大家